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9月20号星期五 关于日本的学童在深圳遇袭身亡这个事件 媒体的关注依然没有下去 特别是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 我看了最新的记录 非常有意思 给大家解读一下 首先要给外交部点赞 为什么 昨天在例行发布会上 外媒记者对新闻发言人毛宁 基本上进行了围攻 但是这样一个事情这么敏感 外交部发言人被问的这么难堪 在外交部网站上 仍然记录了整个提问的过程 这种情况其实不多见 因为对他们不想让中国国内了解的事情 他们通常在记录 新闻发布会全程的时候 会把相关的一些事件给他删掉 以前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 比如说海外特别关注的某些人 特别敏感的事件 那外交部的记录里面 往往都会把这些事情删掉 不聊 他也不让你知道 外国记者在提这些问题 但是这一次就特别的例外 有意思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他们的原文是怎么样 第一个问题就是彭博社记者问的 关于周三在深圳发生的袭击事件 日方发布了昨日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 同日本驻华大使通话的消息 其中提到孙副部长表示该案属个案 犯罪嫌疑人有过犯罪记录 但这并不能说明犯案动机 今早我收到日本驻华使馆的电子邮件 日方仍然强烈要求中方公布 包括所有背景信息在内的案件细节 表示中方迄今为止 没有向日方提供任何统作案动机有关的信息 目前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已经超过两天 你能否介绍一下关于作案动机的信息 彭博社这个问 披露了最新的消息 那就是这个事情 已经惊动了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 和日本大使就这个事情进行专门的沟通 确实在目前这样有个情况下 首先他抢占了新闻点里边的关键要素 第一出了人命 第二是个孩子才十岁 第三还是日本人 第四还是918这一天 所以这个事情要多敏感 有多敏感 那毛宁说 双方就有关问题保持着沟通 他也承认孙伟东和日本中华大使通话了 也说深圳市也提供了一些信息 他说中方主管部门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和侦办 关于案件进展包括动机这些事情 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 这就是毛宁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重规重矩 有攻有守 再往后就有问题了 就有问题了 日本经济新闻也提问 说今年6月苏州日本母子和中国女性遇袭事件 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6月 到现在都三个多月过去了 一个季度过去了 外交部说也在进一步调查中 那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记者 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拿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来说事 刚刚周三发生了这个小孩的事情 你还有点理由 才刚发生72小时 去年6月那个事情 苏州你们怎么不公布调查结果 怎么还在进一步调查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6月份以来的后续进展 因为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很关心深圳 苏州两起事件 中方是否准备在这两起案件调查结束后 对外公布犯罪人 作案动机背景案件情况等详细内容 这个事情日本人问的也很好 因为连续几起 而且都是经济发达地区 深圳苏州 你怎么老说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那毛宁对这个问题 也是打了太极 说有关部门正在对有关案件进行调查和侦办 将适时推进后续司法程序 我不了解具体进展 以及你关心的这些信息 你可以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 从这开始 毛宁就开始真是答太极了 开始推脱了 开始甩锅了 这也没办法 因为很多情况 外交部在中国的权力体系里面 他就是一个帮忙的 外交为内政服务 这一点很奇葩 美国他就是没有外交为内政服务 这一说 外交归外交 内政归内政 各有各的权限 各有各的内涵和外延 在很多情况下 美国的国务卿 他的发言和有关部门 把内部的部门 他的意见并不一致 你比如说以前 Condellis Rice 那个女生 应该是国家安全顾问 他讲话和当时的国务卿讲话 对去打伊拉克 他们就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 国交部当时有些人就说 国务院有些人就说 没有证据证明 我们找到打过魔杀杀性武器了 但是有些部门就说 有 那最后仗还是打了 但是当时就显示出来 我看的新闻也很奇怪 就觉得美国的国务院怎么这样 这么不顾大局 对吧 但是这就是不同之处 外交部碰到这种事情 他确实不知道 公安部也不会跟他讲 或者说公安部也不会随时跟他讲 这个事情 需要中方 我认为成了一个专案组 成了一个最高级别 几方都参与的最高的协设小组 迅速查明真相 也迅速决定向外公布那些信息 否则得不到国际社会的信任 这几天 日本社会不是传出消息吗 凡是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 你要想趁这个时间赶紧回国 带着老婆还在回国 公司给你出机票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也不让你有任何经济负担 你可以先回去 所以这个风一旦涨起来 那对现在外交里嫩的中国经济状况 那是雪上加霜的 对吧 你不是一直在努力让外国人来吗 来旅游 来经商 来这来那 那这种情况下 你还出了这种事情 还遮遮掩掩 给人感觉不安全 不安全 那当然日本广播协会 孩子也问了 说中日达成 关于这个海产品呀 关于福岛核战核污染水排海的问题 这些共识文件 和日本这个儿童在深圳美西基事件 有没有关系 因为在同一天嘛 那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 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没有任何关联 但是实际上 你说可能谈了日本福岛核电站排水的事情 但是关于相关的海鲜能不能进口 是不是和这个事情有关 我觉得难说 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说 后面这些共同社的 日本广播协会的彭博社记者 就开始轮番提问 揪着毛您不放 最猛的是彭博社的记者 他说 如果不掌握作案动机 如何能确定该案件是个案呢 你一方面表示不知道动机 另外一方面你却又告诉我这是个案 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毛宁啊 我估计心里 一万匹马跑过 但是仍然镇定自若 说判断一个案件是不是个案 除了犯罪嫌疑人的动机之外 还涉及很多其他因素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判断 这是一起个案 但是具体情况要等待调查的结果 这里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了 为什么 对这个所谓的个案 以前中共在碰到这种事件的时候 他的说辞啊 这个选择的这个词语啊 不是个案 说这是一起孤立事件 所以啊 我也有点晕了啊 我也请教我们的网友 在中文里面 孤立事件 和现在用的这个新词 个案 到底 它是个啥关系 我没搞懂 反正是我没搞懂 那个案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个案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不是个案 那就是群体作案 就是还有同伙 还有帮凶 那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才刚抓进去 难道公安部 深圳市公安局有关方面 已经给外交部说了吗 已经排除了有其他作案 同伙的可能 怎么排除的 对不对 依据是什么 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所以我认为啊 毛宁这纯属外交辞令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不是个案 因为这要经过调查 调查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同伙 是不是个案 他的动机是什么 这肯定是一块搞的 是不是啊 哪有说啥都没弄呢 先都要宣布说 这是个案 这明显是张国礼贷 甚至有甩锅 这个混淆视听的这个嫌疑 所以目前啊 外交部对这个事情的表态 有一定的开放性 我不是说了吗 在网站上有啊 也没有遮掩 没有删掉啊 在这种情况下 深圳地方官媒也敢跟了 要不然他们不敢跟啊 也跟了 20号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对犯罪嫌疑人丧心病狂的行径 予以强烈宪责 也说极端个案 不能反映社会的整体情况 也表态 说深圳长期打造良好治安 国内外朋友尽可放心 来生旅游学习经商生活 那你看 这个都是瞎吵啊 好几个案子都摆在那里 你怎么敢保证 能够旅游学习经商生活 都很安全 对吧 特别是这里面的弱势群体 那就是妇女和儿童 那上次在苏州啊 人家牺牲的是那个公交司机 胡女士是个女生 这次在深圳 是个十岁的小孩 所以对这些人 最应该保护好的人 你都没保护好 怎么取信于国际社会 那这个绝对不可信 那中共深圳市委纠冠报 深圳特区报 也刊登了评论员文章 说暴力烧暴力伤害无辜 特别是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 是在挑战人类文明底线 是对法律的挑衅 也说相信有关部门 一定会快速查清真相 依法严惩凶手 这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期待 再往后 他们又同样来 把这个事情啊 甩到个案身上 整体深圳是好的 强调这个十个指头 和一个指头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深圳特区报 作为当地最权势的报纸 他们啊 直接跟深圳市公安局 拿到了一些消息 这个消息啊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他说犯罪嫌疑人 钟某 44岁 男性 汉族 无固定职业 以前有股前科 有两次 分别是什么呢 2015年 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 被东莞警方 驱爆厚水 咱也不知道这个破坏 公用电信设施 是什么一个性质的 到底指啥 是不是把街上的公共电话 给砸了 不知道 还有呢 就是2019年 因涉嫌虚构事实 扰乱公共秩序 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 这种事情就太多了 那就是当地出了个什么事 他在网上乱发帖子 影响了社会秩序 被深圳警方拘留了 那据深圳脱绪报说 钟某对犯罪行为 共认不讳 而且经调查 该案属偶发个案 钟某为单人作案 他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 这个争办之中 但是在对这样一个 敏感事件 这么一个令很多家庭 悲痛欲绝的一个案件 深圳当地的媒体 我认为目前表现还可以 拿到了一些公开独家的 特别重要的信息 态度也很端正 但是也有中国很多的媒体人 表现得很low 比如说广西 有一家电台叫广西 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他发布了一个都市时评 这个主持人在节目里面说 说仇日不是爱国 要警惕爱国主义被污名化 我们爱国主义 从来不是鼓励仇恨 从上暴力 而是培养国民 对本国的热爱和忠诚 以及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 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历史 珍惜和平 以前说前边说的这些话 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 也是一半真一半假 中方对仇日的教育 是一直从幼儿园抓起的 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就开始培养 要恨日本人 这都被网上无数的这种 各种视频图片 幼儿园开party 搞晚会 孩子穿着八楼军的衣服 开枪扫射日本人 这种事情都经常发生的 对吧 再往后 广西这兄弟就更离谱了 他说 反而是有些国家 至今不能深刻反省战争罪行 反而通过不断修改 学生教科书 美化历史 把全面侵略改成全面进攻 南京大屠杀被轻描淡写 成为了南京事件 等等等等 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大家不要觉得 我举这个例子 轻描淡写它很严重 首先一般的老百姓 他怎么获取这个信息的来源 他不就是听广播上网 这个 获取各种信息吗 上网就不说了 现在中国国内的自媒体 到处胡写乱说的那些账号 流量都很巨大 这里面中共 特别是网信部门 对这个信息管控的这个技巧 那也是越来越牛逼了 有些时候他也是故意 就是说 你要是敢污蔑我党 敢污蔑 有些部门 他马上给你删 而且可能会警察上面敲 你是谁 为什么发 但如果你是污蔑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敌人 比如你污蔑日本人 你搞谁 骂美国 通常是没事的 也没人去删 是吧 所以你看 网络管理 它也是有选择性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的 所谓的日本教科书实践 这些东西 都已经在严肃的媒体上 都辟谣过多少次了 但是你在中文媒体上 很少见到这样的事情 我给大家贴个图 首先 日本人真的没道歉吗 道过歉 道过歉 新华社自己的网站 在2015年都说了 二战后正式道歉的 日本政要都有谁 比如说有悠山救济夫 有这个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个日本首相 日本的这个 还有春山 还有小泉 纯一郎 等等等等 他都有道歉过 如果日本认为 他已经道歉过了 你中国就咬紧牙关 说他没道歉过 那这个事情的依据 以谁为准呢 是说他要书面道歉 还是他辟掉下跪 才是道歉 还是他们在正式场合 口头道歉 就算道歉了 这些事情 都成为了罗生门 在日本这个语境里面 他们认为 他们已经道歉了 对吧 中方新华社也说 他们都已经道歉了 根据有关外媒的 这个报道 比如说像这个 德国之声 他们数过 说日本人已经为在 亚洲发生这些行为 道歉17次了 道歉17次 另外 关于日本教科书事件 中方 尤其是简体中文这个世界 中国老百姓 他认为 这个教科书事情 他把它带入了中国的场景 那就是教科书都是官方出版的 统一 对吧 然后日本中小学生 人手一本这个历史教科书 里面都是谎言 都是瞎扯淡 美化日本的清华历史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咱们就用攻击日本极右势力 创改历史 使用这个错误的教科书的相关宣传 比如说韩国的东亚日报 他在批评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引用了一笔数据 这些数据也和我之前查到的是一样的 那教科书就是有历史问题的 日本中小学的教科书 采纳率有多少呢 2001年的秋天统计的数字 是0.039% 就是万分之四 一万个学生里面有四个 读到过这本教科书 但是就这样一个事情 在日本国内部争议也很大 反对用这个教科书的 日本各界人士也在大声疾呼 抗争了很多年 就是你不能美化 日本清华历史 在这种情况下 在2001年以后 这本教科书的这个采纳率 因为日本右翼的这种势力仍然很大 虽然有人反对 但是仍然的上升 但上升的比例也很小 到2004年 全国1.22万所学校 126万学生里面 有19所学校的1200名学生 在使用这个教科书 这就是指什么呢 这个采纳率上升到了0.1% 就是千分之一 这个时候全日本 才只有1200名 拜托 你以为是120万吗 不是 只有1200名学生 在使用这本 貌似有问题的教科书 那你 那你中方的媒体 你把它宣传成全日本的学生 都在看这本教科书 你觉得这合适吗 很显然不合适 日本发生的情况 不是中文的媒体里面描述的这个情况 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所以到今天 包括我节目下方留言 也有好多人说 日本教科书怎么怎么样 拜托 日本教科书最多的时候 只有1200个日本学生在看 现在我认为这个数字 肯定比当时低 再者说了 日本没有统一的教科书 有些出版社就擅长出教科书 大家公平认争 市场行为 学校最后选用就可以了 没有人进行审核 没有人进行 这个 禁止完全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 所以通过这个事件 大家就知道 我们对日本的了解 是多么的偏颇 那关于日本水産品进口 在深圳日本孩童这个事情 出了以后 马上就宣布放开 而且也恰恰是918之后 才两天就这么放开 说实话 让很多爱国人是心里 觉得过不去 你就不能再拖一个月 再放开 这刚刚918刚过 你就用这种方式来 纪念918吗 所以我看 网上很多爱国人士 对我交部这么表态 非常的不满意 那也有人说 中方 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 抵制日本的 这个核废水 排到海里这事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已经排了这么久 这就说明了 海里那些鱼 那些海鲜 你拖的越久 如果那个核废水 有害的话 那这些鱼身上的毒素 这个鱼的问题 不就更大吗 那你现在 如果放开的话 你当初你就不应该进啊 你难道是让这些鱼 吃了一肚子废水 你得把它卖给我吗 现在放开 只能证明 当初就不该疯 当初 停止从日本进口水产品 就是完全是一个政治操弄 根本就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那更何况 很多的新闻 我们也看出来了 在日本附近 因为中方停止进口以后 日本的渔民 这个单子少了吗 他出海就少了 结果怎么样 中国渔民过去 去日本海域捞鱼 拿回国内卖 你看 同样的海域 同样的鱼 中国渔民捞回来了 就可以马上进入餐饰场 晚上进入你们家的餐桌 如果是日本人捕同样的鱼 那就是有毒 有问题 所以说实话 我认为外交部 还有商务部 这些人也是被国内这些 民族主义这个傻帽 给折腾了没办法了 他们不知道这个鱼没问题吗 他们知道 但你不是折腾吗 你折腾我就顺着你来 最后吃亏的 不也是你自己吗 所以整个的 日本海产品进口这个事件 从头到尾 它就是一个闹剧 那当然这两天 网上关于这个事情 最火的一篇文章 就是 号称是 遇害男孩 父亲的公开信 这封信写的 让我看到以后 心中 说实话 很少见的感动 那 作为一个父亲 他看到自己 十岁的儿子 莫名其妙 在自己工作的深圳市 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而且 以这样一种 特别悲剧的 特别痛苦的方式 离世 这对任何一个父亲母亲 都是一生中难以承受之重 但是我们看到 往往在遇到灾难 遇到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 才显示出一个人的本色 这位父亲 写的这封信 非常令人感动 他说 我不会憎恨中国 我当然也不会憎恨日本 不希望有少数 持扭曲思想的人 卑劣之人的罪行 来破坏两国的关系 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这样的悲剧 不再重演 而且他也描述了自己的孩子 非常喜欢昆虫和爬行动物 有独特的眼力 由于原天赋 能够熟练的使用日语和中文 而且这个孩子 跟着父亲去深圳 一开始犹豫不决 不适应深圳的食物 但是慢慢的喜欢上了 而且迷上了篮球 那作为一个父亲 没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成为他一生 无法释怀的悔恨 那这个孩子的母亲 是中国人 之前在日本也生活了十年 而作为父亲的这位 是一个在中国 度过了将近一半人生的日本人 那无论外界怎么报道 这个父亲说 他的孩子 拥有日本和中国 两国根源的事实 不会改变 所以对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打算过多的描述 因为实在是惨痛 惨痛再惨痛 那我们只能住院说 这个孩子的家人 虽然一生中 不能从这个事情上摆脱出来 但是希望他们这么善良的表态 这么阳光的表态 能够给中日两国所有的人 尤其是中国 在这个信息封闭的环境下 长大的这些小粉红老子红 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知道 只有放弃这样偏执的扭曲的思想 他们的孩子 才能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未来 那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事情 给大家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中述一下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